本土疫情延收看到连日来确诊都破万 也让卫福部长陈时中抽不开身 网络媒体释出了最新民调 台北市长任选立委蒋万埃 以百分之三十一点九支持度居贯 台北市副市长黄香山则是一百分之二十五点八 支持度拿下第二 陈时中则是敬陪莫作 抵破外界眼镜 党内竞争对手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也在日前表态参选决心 现在更努力扮演党内母鸡 低调布局累积实力 记者会结束之前还是要呼吁 大家在领快筛的时候不用急不用抢 基本上大家都买得到的 在这个月内 快筛实名之上路第一个周末 指挥官陈时中坚守岗位紧定疫情 但连日确诊冲破万例 还是让陈时中防疫失色 更让参选脚步出现变数 根据网络媒体释出民调 台北市长任选立委蒋万安 以百分之三十一点九的支持度居贯 接下来台北市副市长黄千山 以百分之二十五点八翻超拿下第二名 曾时中则已不到两成支持度 敬佩莫佐 我现在看的都是染疫率 重症 这个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情 至于那个当然是看看就好 陈时中无瑕顾及选战 倒是顶头上司 刑政院长苏贞昌为他抱不平 陈时中部长全心全力防疫 他多以防疫为重 从没有想自己 从没有想选举 疫情蔓延 未来两三个月内还是难以收尾 林郑抽换指挥官将成为对手剑靶 但这样下去恐怕已在错过参选时机 尤其现在党力对手也虎视眈眈 我的角色 我一再讲过 成功不必在我 但成功一定有我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会配合这个党的布局 早已积极表态竞争 台北市长的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低调布局就等党中央决定 但党内期待不论是谁 林同阳应该尽快现身 我认为民调这些数据来来去去都只是参考 那我自己在地方走动的时候 感受得到大家对于陈时中部长 选市长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信心的 不断的放大这份民调 我认为根本就是走夜路吹哨的壮胆 只是在安抚蓝营的支持者罢了 2022台北市长选战 民进党如何统合 就等最强王牌陈时中安全下庄 实际到了批挂上阵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